臺北京華城 因為容積率變動引發了爭端 現在高雄國賓飯店改建案 也備受矚目 因為取得容積獎勵是為 百分之一千一百四十二 雖然市府澄清高容積是因為 商務加少為老重建的獎勵 沒有不法 不過明代還有環保團體也質疑 國賓位於土壤液化前市區 超高容積率 可能會有公共安全疑慮 對此高雄市長 陳其邁則表示會就個案嚴加審查 大樓掛上陳情布條 抗議容積獎勵不合理 臺北京華城容積爭議 延燒到高雄國賓飯店改建案 因為國賓容積率達百分之一千一百四十二 比京華城還高 且部分容積來自二零二二年七月 通過的為老重建認定 但高市府卻遲遲未公開結構 鑑定報告引來明代質疑 是否澄清國賓百分之一千一百四十二的容積率 是第五種商業區法定容積率百分之八百四十 加上為老重建容積獎勵百分之三十六 所換算下來的百分之三百零二 強調沒有不法 但環團擔憂的不只是容積率合法性 國賓臨近愛河且屬土壤液化潛市區 卻要蓋兩棟超過五十層樓的飯店式豪宅 除了施工風險 還要考慮周邊環境能否承受 對此市長陳其邁表示會嚴加審查 陳其邁表示容積問題包含在都市計畫中 需依據所在區域及政府機制等做通盤考量 環團則建議市府可仿效巴黎塞納河延岸限制建築高度 確保愛河人文景觀及安全不受影響 記者陳華宇孟昭全高雄報導